大家好,我們有電單車駕 行人路上有私家車 我們今天有電單車駕,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拍一集《自言自語周記》 跟大家更新一下我們頻道的近況 應該都好像有很多話說 近來我們頻道,我猜應該已經出了一兩段影片 就是我們被邀請到不同地方拍影片 包括之前有些去車露營,訪問旅期 回了東莞玩賽車 之後,我們也去了深圳不同地方看嘉年華 甚至接下來,我們還會有很多機會 回去不同地方看東西 而挺有趣的,我預測到這些回去看東西 應該都是跟電單車有些相關的 大家知道我們頻道在過往不同的年份 其實是有嘗試過轉型的 但是轉型不成功呢 變相我們都算了 跌了心想,不如繼續做電單車事件吧 反正依學牌 反正我們頻道也不是靠頻道賺錢 我們堅持著說電單車這個原則 我都不太肯定是否一個明智的抉擇 但是既然都堅持了那麼久 不如繼續堅持下去吧 幸好一件事很好的 就是我們近來所有的出國 或者是回國內的不同的活動 全部都是跟電單車相關的 就好像沒有違背到我們頻道上的宗旨之下 好像有得轉型那樣呢 是的,這個跟大家分享 我們頻道應該也有很多題材可以拍的 如果我近來聽到的所有東西都會成事的話 是的,但是 做得有得這個行業多 有時面對著很多那些 很多即將會發生的事情 我都是佈著一個心態 就是先聽著吧 有時真的未成事都未知的 是的,這個感覺 但是這次我是輕輕帶著輕微的樂觀 去面對我們所有的資訊 是的,如果大家想知道這些資訊是什麼的話 去留意我們的IG 應該會比我們這麼久才拍一段的自然自然周記 是更加多的 IG就是HKMonkeyRider 非常之簡單 還有我知道我們頻道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訂閱了 近來我看回數據 是的,有一半人訂閱了 還有另外一半是未來的 即是我們頻道很多的觀衆 上的觀眾都是剛好路過的過客 是的,在這裏呼籲一下 如果大家想多看一些 關於香港的電單車發展 電動滑板車去向 可言道工具 接下來的年底立法 嘰哩嘰哩這些東西 可以都追蹤一下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徘徊在這幾個方向上 跟大家聊聊一聊一聊 其實 其實 我起一部不會這麼快 但是我這裏只是電車來的 電車其實扭力都可以很大 但這裏是舊款的小牛 但其實都夠用的了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在市區村叉 好像我那樣 在這些 燈位與燈位之間 其實行是絕對夠用的 是的,說起電車這件事 我們曾經在年頭 或者今年的頻道 我的方向都跟大家說過 我們就是想向著電車發展 我們過往都試過不同的電車 今年都非常之多 好像都幾有競爭力的電車出現了 而其實在香港即將都有很多 我估計 我估計 電車界的一哥二哥品牌 都在香港即將出現了 其實 是的 而面對著這件事 我們頻道本身說想出一輛電車 和大家周圍走去 很貼地感受一下 駕駛電動電單車是甚麼感覺 都即將可以成事的 我相信 可能是7月到8月 或者是8月中 我估計 先攝車 繼續攝上去 行人路變了紅燈 應該轉燈了 真的是的 謝謝你 是的 在選擇電車的主題上 我也想了一想 其實我個人試過不同電車之後 我對很多車都很有興趣 真心 我有想過 我們不如出個Cover 即是像駕駛飛機那輛 我們頻道非常之多人看 那段視劇片 估計是挺好的 又可以拍駕駛車場 又不需要煩骨毀性 是的 有些人經常說 三個駕駛是 叫甚麼 是電單車和私家車 兩樣缺點混在一起 在我世界 我覺得 如果我駕駛三個駕駛 我是可以享用到 私家車和電單車的優點 即是理論上 你排費的 應該沒有私家車那麼貴 同時間 你又可以確保 你拍入停車場 有得拍 不需要冒著一個 每天都有機會 被人抄牌 三百二的風險 你見骨毀全部都膚 其實不在程度上 已經拍了出來 所以 還不中三百二的風險 看你好不幸運 我們想過 不如我們試試駕駛 Energy Car 即是我們Channel 曾經發掘 一兩輛Energy Car的車款 它們的續航 可以去到400公里 你充滿電 走400公里 400公里 即是代表我可以 來回 我從東涌開出油麻地 回東涌 我猜可以走五天 我才需要充電 其實是挺厲害的 是的 雖然這個想法 在我腦海出現過 例如Cover Energy Car 這些車款 可以好好玩 但是 想真一點 考慮到 其實電動電單車 在香港的狀況 都是 尚未成熟 很多人都抱著一個心態 就是充電很麻煩 很多車款的續航 都不夠勁 雖然 有些像類似小牛 這個品牌 可以改裝電 可以走到200公里以上 但是都沒有人做過 都是一些 都市傳說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有個想法 就是 如果我們Channel 真的想為了體驗 最貼地的電動電單車 生活體驗的話 是應該選擇一些 非常貼地的車款 而不應該選擇一些 Cover 或者Energy Car 這些車款 因為 我覺得 就算我有一輛Energy Car 可以和大家 體驗到一輛 續航400公里的 車 每天開車的感受都好 我覺得都不是很多人適用 可能大家會覺得 原來這輛車可以這樣的 很多這樣的感覺 在我們這段片段 可以看得到 但是 到你真的賣的時候 可能很多觀眾 都未必會考慮 一輛這麼高端的Energy Car 其實 反過來想 其實我們應該嘗試 拍一些比較貼地的 例如像小牛 這些綿羊仔的電動電單車 因為這種體驗 正正很多人可能會考慮 其實我覺得 很多人的心態就是 跌到電單車 我知道是趨勢 是大家都不會否認的 一個資訊來的 但至於 我是不是去玩電動電單車的 那個先 有很多人可能都在15-16 看看你是15-16 那邊多一點 其實是 很多人在臨界點 因為我自己都有這個感覺 對 所以 考慮到這個點 我本身都想要出一輛 不是一些非常高端 可能就像小牛 這些 迷你 就是小型一點的綿羊仔 是電動的 可以到處走 那就可以跟大家體驗一下 究竟 夠電燭汗不夠的時候 會面對的問題 應該怎麼辦呢 我曾經有訪問過 一位師兄 他是駕駛 寶馬的 CE04電動電單車 充登 他跟我說 他駕駛電動電單車的過程 在馬路上的體驗 是完全兩個世價 跟以前駕駛電油電單車 分別就是 因為你會很留意著 你的車應該在什麼彎 給多少電門 是可以最省電 你會變成做好事 每一程車都會精準自己的駕駛 不是技術 而是電車怎樣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動能 而不浪費電 是另一種駕駛方式 其實 是啊 我個人的感受就是 我們試了電動電單車多之後 不知不覺地 我覺得我好像中了綿羊毒 什麼叫做綿羊毒呢 我相信很多駕駛電單車的人 都應該聽過這個說法 就是 我開始可能喜歡駕駛巡航車 跑車因為型 因為喜歡速度感 然後喜歡街車因為舒服 可能喜歡玩爬雞 因為可能可以練習技術 這些不同的角度 但是我們之前都討論過一件事 就是你駕駛電單車駕駛到最終極 你都是回到綿羊的 因為你不用轉波 又可以有力 會有些大綿羊 其實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我們近來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駕駛我的690 SMC R1 而我不停試乎的都是電車 所以不是我程度上 我都好像駕駛了自動波的感覺 我前陣子跟那班旅騎出車 去訪問他們 去車camping的時候 駕駛我弟弟的250RR 我是有一種好像不太懂駕駛的感覺 就好像 原來我要駕駛波的停車的時候 我完全忘記了 那些是 但是 我怎麼形容呢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駕駛棉羊很舒服的駕駛波車 因為不用轉波 你可以想像就是 電動電單車就是一樣的感覺 再加上沒有駕駛引擎的震盪 哈哈 是終極的了 其實我覺得 我要先轉Mode Sport Mode 在這個位置 咪咪可能會突突 所以我們繼續過這個位置 可以了 我們可以駕駛慢一點 去回Dynamic Mode 對 純粹讓車子留下充電 剛才說的就是 電動電單車最終就是 有個感覺是 連引擎的震盪都沒有了 波子又不用轉 這一種 最舒服由A駕駛到B的感覺 是真的 我發覺我習慣了 我中了綿羊毒 我中了電動車毒 我現在駕駛汽油車 我覺得那種震盪很不舒服 真的好像 真的好像 你看回很多年前 你未有電話 你用Nokia那些機 對 現在的手機 每一步都可以 是觸控器 有相機 你用舊的 你會完全不習慣 對 我有少許這個感覺 如果以電單車的界別來說 所以 我猜我們接下來 應該都會駕駛電動電單車 我的690 SMC 是沒有續排款 亦還未買得出的 所以 我都保留著一個可能性 就是 假設我們接下來駕駛電動電單車 駕駛悶的話 我們都可以選擇駕駛一架 汽油電單車 也算是蠻好玩的車款 我覺得總有個後備 我覺得 是的 至於我們選擇的電動電單車款 剛才說過 我都在提出一件事 可能跟廠方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你是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而你又對電動電單車 其實都有興趣的話 而你又不介意 跟我 跟我們頻道一起 去做這個電動電單車 在我們頻道的界別線區 的白老鼠 英文叫Data Gatherer 我是在想 有沒有辦法 可以跟廠方談 可能我們 可以給一些特別的 特別提供 我們頻道上的觀眾 如果他們想買電動電單車的話 或者想加入這個界別 即是 我們的頻道是繼續發展 一來為了我自己的興趣 除了再加上我的Side Hustle 純粹副業之外 我覺得 既然我們頻道都陪伴著 各位成長在馬路上 通勤這個體驗 不如嘗試做一些 Win-Win situation 即是雙贏的局面 暫時都在談 以我所知 原來在香港 不少的代理車廠 其實是會反映一些 駕駛者的感受 告訴廠方 其實 我的車可以有什麼情況 其實有機會 是會令到廠方 在生產線上做微調 去適合香港市場 所以 考慮到電動電單車這個界別比較新 以及很多新品牌 即將在香港出現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PM我和我說 所以希望我都知道 原來 有人是願意一起走這一步 我相信 我們第一批開電動電單車在香港 而你不介意 分享你的資料給我們 即是我們的頻道 我相信 是會有很多東西看的 例如 充電是不是真的這麼麻煩 可能有些人可以駕駛一輛 改屋的小牛 和沒有改屋的小牛 的對比 這些最實質 最實際的數據 就好像駕駛了很多年的 汽油電單車 現在大家出車 是會談 什麼單缸好駕駛 單缸震 但是 四缸的油停聲很好 但是油好很厲害 這些是出車之間 大家會交流的 但是 至於電動電單車 其實就好像 大家都沒有什麼資訊 有很多人是純粹有興趣 但是 他們都沒有資料 甚至 有機會是 有資料的那班 都沒有什麼特地分享給人 與其 不如我們就頻道 去找一班 資料集團出來 一起嘗試開拓這個市場 好似彷彿令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變得有意義更多 對我來說 其實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裏出現呢 先解釋一下 因為 我媽媽 她在石蔭住 她在石蔭樓下 有個順風那些 不知什麼自取站 她沒有空去拿件 她就叫我由東涌山場水縣地 過來這邊 幫她拿一份件 拿回到家 就可以完成我做兒子的任務了 是 所以我們在這裏出現 亦都試了這部 初代的小牛 其實每天開車送外賣 是不是一個舒服的感受呢 是 大概就是這樣 這段自然治癒週記都好像有點長 我懷疑我沒有拍自然治癒週記一段時間 甚至我平時都沒有朋友 所以我存了很多資料在這裏 我發現我這次自然治癒週記 好像很少想不到事情斷片的情況 哈哈 因為 沒有人跟我說話 是啊 我存了很多資料在這裏 所以自然治癒週記可能隔一段時間 有它的優勢有趣 好 好 就讓我做一個 孝順的 速遞員 幫媽媽拿回她的順風 回家 到我這裏 是這麼多的收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 過程 真的是 有 很渴重 我